都會通1200元月票推出以來 民眾平均每個月使用約2400元的通勤價格 扣掉票價現省1200元的通勤費 根據北市公共運輸處網路問卷調查 都會通使用者滿意度高達97.4% 使用人數持續增加中 我們大概14滿3個月 除了第一個月預售 第六月的時候預售就賣了12萬張 那在7月賣了45萬張 那在8月賣了49萬張 那在9月的部分 因為最後廉價的部分 就是中秋節 那購買人潮比較少 會延到10月去買 大概也賣了將近快45萬張 整體大概賣了快150萬張的部分 那使用人數已經大概到1.2億左右 這個部分我們是用透過定期票 就是我們的都會通 它的借期票卡 使用滿30天以後 那我們去算出的平均 平均大概是 一張卡大概是2400塊 然後相較民眾扣掉 它的致付1200以後 大概就是對民眾來講 就是至少平均省1200元 我們有新增16條路線 那這些路線主要是 在第一階段 因為它是跨市的路線 它有跨到新竹 那在技術上 我們先利用基倍討勢境內的路線先上 那在這個部分跨境的路線 我們在10月也都上了 那民眾可以利用這些路線搭車去到龍潭 或者是到一些桃園 這些路線我們都可以 如果但是要特別提醒民眾 他假如超過基倍討勢的範圍的話 他是要收全額的費用 所以這個也要特別提醒 台北捷運8月日均運量190萬人次 较去年同期日均量163萬人次 有所成長 連U-bike租借次數 也较同期成長13% 主要我們分析 我們使用都會通定期票的人 主要大概有50%是用台北捷運 就是捷運的部分大概50% 那有30%大概是用公車 那依據我們捷運的這邊的 運量資料來看的話 就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來比的話 也正在增加了快20%左右 這個所以說我們都有持續在做一些觀察 都會通上限94天 販售約151.7萬張 為持續增加使用人數 也擴大服務範圍 擴充16條客運路線 歡迎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減碳同時審核包 記者溫郡台北報導 最後回到中間 感谢观看